Hello 我是凌伟 今天我想要教你利用Google的搜寻趋势 来查询Google里面每天被搜寻的各种关键字 以及长期就是可能一年或两年甚至是好几年 搜寻的一个关键字 某个关键字跟其他关键字的一个比较的一个查询 也就是类似竞争力分析 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做网络行销 或者是在我们做一些商业的推广上面很常用到 因为我们要知道某些关键字在什么时候搜寻量比较高 可能是暑假 因为他暑假可能是他的网集 例如说卖冰的一些业者 他可能想知道什么时候大家会搜寻哪一种冰品 另外就是有些东西他可能也有一些季节性的一个商业产品 那他的产品可能在某一个季节搜寻量就特别高 甚至是像一些课程也会在特别的季节或特别的月份 他的搜寻量会特别高 例如像是汽车驾训班 可能寒假或暑假的时候 搜寻量就会特别高 因为学生放假他们想去学开车 OK 那今天就教你如何利用Google的工具 就是Google的搜寻趋势 来查询你的每个不同的关键字 甚至你可以直接用比较的方式 比较不同的关键字 他们的一个竞争程度 以及他们的一个搜寻量的变化 OK 那首先呢 一样你来到Google的搜寻趋势 你可以直接在Google里面搜寻Google搜寻趋势 你可以点一下去点深入探索 OK 进来之后呢 你其实会看到有几种 其实它有几种不同的一个探索趋势 例如像是折线图 然后这种 这种是横条图 直条图 然后另外一种是 就是地图 就等于说你的关键字 哪个地区 哪一个国家搜寻的比例比较高 他都会帮你列出来 然后下面他也会列出相关的搜寻 OK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折线图 那折线图呢 基本上 他现在预设是比较这两个关键字 然后 他是选择美国 然后时间你都可以去更改 例如说我想知道 台湾 我先找一下台湾 他现在是Google购物 这个你要记得选喔 因为 我们要查询的大部分可能是网页的搜寻 所以像他这个预设他可能是Google的购物 或者是YouTube的搜寻 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要查 网页的搜寻 其实YouTube搜寻是后来他有的 他以前只有Google的搜寻 他现在因为YouTube被Google买下来了 所以YouTube搜寻也会列在 Google的他这个关键字的分析上面 你可以查询在YouTube上面 每天或者是一段时间有多少人搜寻某一个关键字 OK 那我们看一下Google的网页搜寻 然后我们来查一下台湾地区好了 我们找一下台湾在哪里 OK 找到了台湾 然后我们搜寻一下2013年的好了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关键字给取消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想要的关键字 例如我们今天想要比较网络行销 跟他这个是可以让你列出多个 你如果只填一个 他就只列出一个 那你如果列出多个的话 他就会有两条或三条的比较 网络创业好了 关键字记得字表打错 因为字表打错 出来就差很多 然后网络赚钱 OK 好 我们点到了下面这个 他就列出网络行销是蓝色 网络创业是红色 红色它没有显示 然后网络赚钱 我看一下他没有显示的原因是什么 他可能是太少人搜寻 太少人搜寻的关键字 他就不会显示 所以你可以发现 基本上 比较多人搜寻的就是 第一个是网络行销 第二个是网络赚钱 他会帮你列出各时间点 他会是分 因为我们列出的是2013年 所以他会写2013年全部的 网络搜寻的这个关键字的一个 在Google搜寻这些关键字的一个比例 然后他下面甚至还会帮你列出地区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台湾 台湾地区 所以他就列出台湾地区 搜寻这个关键字的一个比例 最多的是高雄市 然后第二多的是新北市 第三是台中市 然后网络创业 网络创业 台北市很多人搜寻 然后网络赚钱 都没有足够的搜寻量 可是他目前只列出 两个 有点奇怪 对啊 网络创业可能比较少人搜寻 那我们搜寻网络工具 对啊 网络工具也有人在Google搜寻 所以反而是网络创业 竞争力比较低 就是没有什么人在搜寻网络创业 大部分最多都是搜寻网络行销 有没有 特别是你看2013年的4月份 4月14到4月20 这个时间点网络行销 特别多人搜寻 他也有一个折线图的一个波动 因为可能像这种关键字也是在 随着不同的时间 然后有一些变化 那网络行销可能是4 他4月最多人搜寻 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那段时间 比较多公司 或者是一些 全台湾有举办一些 网络行销比较大的活动 所以很多人搜寻这个关键字 网络赚钱呢也是起起伏伏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八十几 你有没有看到 84 20 119 他这个不是搜寻的人数 他这个是搜寻的比例 百分比最高就是100 所以你看到100 就是说明很多人在搜寻 然后他是一个比例 OK 那么他是个比例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地理位置 你可以新增 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你可以新增 时间范围 相关搜寻 那么他像我们找的 热门关键字网络行销 相关搜寻没有足够搜寻量 所以他就不列出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 七成的人还是使用 雅虎的关键字 雅虎的那个 关键字搜寻比较多 就是雅虎的 网站 然后只有三成是使用Google 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Google是比较少人在用 然后搜寻的关键字的量 可能也不会那么大 但如果你使用雅虎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几个关键字 其实都非常非常多人在搜寻 那例如 OK我们删除这几个关键字 好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还有另外几种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几种 像这个就是 橫条图 他会把你橫条图 他这边也有一个波线折线图 但他旁边会列出橫条图 这是车子的 他BMW HONDA 那我们这次来搜寻人力银行好了 人力银行大家都知道 台湾比较大的是 104.11 跟 Yes.123 OK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三间人力银行的一个搜寻的变化 有没有 你可以发现 很明显第一名的是什么 第一名的是104 因为他的搜寻量非常的高 在搜寻量这上面来讲 其实搜寻量啊 有时候公司名称的搜寻量 也跟你公司的大小规模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 一个正相关性 因为像你可以很明显发现 104的搜寻量是 百分比是63 11是13 Yes.123只有1 你就可以看出 最多人使用的 一个人力银行的工具 可能就是104 那第二多人的就是11 第三名才是Yes.123 这个其实你在用 关键字搜寻 或者是用这些工具搜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 到底全台湾 有多少人搜寻这个关键字 它关键是台湾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全球去比较 所以台湾是100人 意大利是5 那我们现在只列出 我们来只列出台湾好了 因为我们要比人力银行 这个人力银行是台湾的 所以基本上 都是在台湾 很明显在台湾的 比较来看的话 104还是第一名 11是第二 Yes.123 而且 它们的相差的比例 跟全球其实差不多的 这个是2004年至今 你可以看 从折线图的波动上 其实你可以 发现好像 104有点往下掉 然后 11好像有点 正在上升 然后Yes.123也在上升 这个其实你就可以做 竞争力的一个分析 简单的一个竞争力分析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明显 有波段的 有没有 你看它 最高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候 20136月 20127月 20116月 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在暑假的时候 7月 那这个是2月 暑假或者是2月 连后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 第2月连后是转职潮 所以比较多人会搜寻人力银行 想换工作 那第二个原因 像这个7月 就是很多 大学的毕业生 要毕业了 或者是一些高中生 甚至研究所的学生 毕业了 所以很多人要找工作 都会搜寻人力银行 所以这个其实你就可以发现 从观念字的一个 一个 折线图的波动来看 其实你就可以发现 这些职业 跟这些网站 他们什么时候 会比较多人使用 或者是 什么原因 因为有时候都可以用分析的方式 把它分析出来 这个对你在商场上面 或对你的事业 甚至是对你的网络行销 其实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帮助 所以你一定要会使用这些工具 OK 那下面 它就是会帮你分布出 各地区的热门度 搜寻地区的热门度 你要看11你就列出第二个 11的 它就是搜寻11 11目前最多的是家教 第二是教职 第三也是教职王 然后也是123 OK 那我们现在列出的是2004之近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列出 过去7天 这样就很近了 过去7天的一个变化 有没有 你发现过去7天的变化 104一直在往下掉 而且掉得很明显 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高 所以它从100 掉到78 掉到47 所以掉的感觉就很明显 那11就比较 就是11跟11123就是比较 没有一直往下掉 因为 数字基本上比较低 所以 掉的幅度就会比较小 因为掉也很明显 很正常啦 因为这几天 台湾全台湾在过年嘛 对不对 过年大家可能 大家都出去玩了 出去走村啊 或是出去 去回梁家啊 所以大家都比较少 会去用这些工具 然后去找工作 那年后2月之后 转职槽 可能就会暴增 折线图就会往上冲 因为很多人在搜寻 OK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第三种 第三种其实就是 看一下 一个地图的 它会列出 各地区 你的关键字 的一个变化 例如我们现在 列出 网络 网络行销 你可能出现 因为是中文 所以你可能出现的 地区 就是台湾最多 然后大陆 第二多 因为繁体字嘛 收集最关键字的 那你假如 那你假如 你打英文 Marketing 你这个关键字 你发现 就不是台湾了吧 因为你是打英文 所以你可能 这是赖索托第一名 这是城市 你也可以列 然后这个区域 你也可以列城市 第一名是梦买 这个其实你都可以发现 从这个关键字的 一个城市的搜寻上面 你就可以发现 哪个国家 比较风行什么样的东西 像我们搜寻Marketing 就是行销的英文的意思 就出现 你就可以查到 哪些国家 比较多搜寻 这个keyword 这个关键字 还有胡志明市 多伦多 然后区域 就是列出不同的区域 你反而会发现 奇怪 怎么不是美国 英国 或者是中国大陆 这些大城市 反而是一些 小城市 小国家 肯亚 乌干达 赖基利 有没有 说明这些国家 电子商务 其实也很繁荣 或者是正在 正在新奇 正在 正在新奇的一个状况 所以很多人 会搜寻 这一类的关键字 行销 因为他们现在很想做生意 想要赚钱 想要超越 一些有钱的国家 因为有些国家 他们目前可能比较落后 他们想透过做生意 然后商业的一些生意 或者是一些行为 甚至透过行销marketing 然后赚到更多的一个所得 更多的收入 然后为他们公司获利 所以你就看到 搜寻这些 关键字的反而是一些 比较小的国家 或一些城市 OK 新加坡排第三名 因为新加坡其实也很多人用英文 像台湾 然后中国大部分人 可能还是 都是用中文 所以就一定在搜寻英文的 这个关键字上 就不会列在 就可能前面十名 二十名都不会有 OK 然后你下面也可以看到 就跟刚刚一样 你会有一些相关的 关键字的搜寻 marketing online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上升的 爆增的Facebook marketing 因为现在很多人 用Facebook在做行销 所以他就Facebook marketing 就是爆增 OK 好那今天跟你介绍的这个 Google的搜寻趋势的工具呢 其实就很方便 可以帮你分析 你要的各种不同的关键字 或相关联的一些关键字的 一个折线图 或者是横条图 甚至是各地区搜寻的一个比较 我觉得这个你在网络行销上面 真的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你做任何的 你的生意 实体生意也好 或者是你的虚拟生意 就是你的线上的一些生意 也好 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是一定要学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 关系着你的一个 产品销售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产品销售的一个热潮 或者是产品销售的一个 不同时段的一个波折 甚至是产品销售的好坏 都会跟这些 关键字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会直接上网 搜寻你的产品 然后直接在网路上购物 而不会去实体买 甚至是也有些朋友 他可能先上网 插插看你的产品的品质 或有没有人推荐 甚至是看看有没有 那些不好的一些评论 然后再去买 所以这个其实都跟 你的产品销售量 也就是你的业绩 有很大的相关性 那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 Google搜寻趋势的工具 有让你更了解该如何在 网路上面去利用这些工具 然后帮助自己的事业更成功 OK我是林伟 好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 拜拜